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ERN CERT CRET 这个词根叫separate 叫分开 所以CERN CERT CRET 大家也可以看到 本身CERN CERT这两个是一样的 然后你把CERT换成CRET 只是顺序调整了一下 所以它们都可以表示分开 当它表示分开的时候 那么这个分开的话 一般表示这个漏斗 漏下一部分东西 然后留下一部分东西 叫SIFT 叫SEVE 所以这个分开是一种perceive 是一种comprehend 是一种感知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像CRISIS 是吧 你看这单词表示意思叫什么呀 危机 比如金融危机 叫Economic Crisis 大家想想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的能进入挑战的都进入了 剩下都完蛋了 是吧 好 接下来 那么CERN表示分开叫separate 叫separate 的时候有哪些词呢 第一个单词叫concern 叫关注 同样 CERN叫separate 叫分开 所以concern 叫关注 discern CERN它所表示叫separate 所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呀 叫做分开 所以 discern这个单词就可以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呀 DS叫away或者apart 叫design 叫识别 好 现在比如说 就是说 正如我们所关注的那样 是吧 I am concerned 是吧 I can discern 我能区分开 所以这个单词呢 叫 discernible 加上IBLE以后 叫可以被分别的 所以叫可以被辨别的 叫 discernible 叫可辨别的 certainty 叫确定 对吧 cert CERT不是分开的东西吗 certainty 那表示可以被分开的东西 当然叫确定 certainty 包括下面一个单词叫certificate 它叫做证书的意思 好 那么当它表示证书的时候 CERT这个词 本身表示的意思 就是什么呀 就是确定 所以certificate 叫证书 好 下面单词叫certitude CERT它叫确信 所以certitude也叫确信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concern dissern dissernable certainty certificate 和certitude 那么这个词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好 包括咱们同学小的时候 看课文里面说certainly 是吧 也表示的意思 叫确定的意思 当然certain这个词呢 除了可以表示的意思 叫确定 还有某种特定的意思 好 下面还有这个单词 叫discretion discrete discrete secret 还有secrete 第一个单词叫discretion 叫判断力 是吧 同样cret 它表示的意思 叫什么呀 分开 所以dis叫away 叫apart 所以可以给它分开的 叫discretion 叫判断力 对吧 好 下面单词叫discrete 那后面这两个词 大家可以看到 discret discret 一叫分离的 一个叫谨慎的 其实这两个也很好背 对吧 好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第一个是et 一个是e 这两个怎么给它区分呀 你看第一个单词叫分离的 是不是那个两个e 站在t 旁边啊 这单词叫discrete 叫分离的 底下这个单词叫discrete 叫谨慎的 你看两个眼睛放一块 是不是一直盯着你啊 一个眼睛e 另外一个眼睛e啊 当然你可以这样背 什么叫做谨慎的 叫小心意义的 能理解了吗 也就换句话说 两个e在一块的 这个东西叫小心意义的 对吧 分开的叫分离的 下面单词叫secrete 叫秘密的意思 对吧 那么同样se叫sept 叫分开 cret叫什么东西啊 叫看见呀 或者是分开的意思 对吧 所以两个都表示分开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secrete 表示把它分开再去放 所以它叫秘密 所以secrete 它表示叫隐藏 是吧 原因也很好理解 就是秘密嘛 那你肯定就是 表示叫做隐藏secrete 是吧 比如说你的秘书 secrete 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n这个词根 fn呢 这个词根所表示的意思 叫做end 叫边界 叫boundary 叫limit 是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单词 比如说它原意叫find 叫精巧的 罚金 还有便系的意思 包括finance 好 现在的问题是fn这个词根本身 表示叫鱼琴 这个很好理解 是吧 那就是一个边界的感觉 那为什么边界本身又和钱有关系 其实这个东西也很好理解 是吧 什么叫做边界呢 fin 它原意啊 它原意啊 就是给你限制进去的意思 那随着时间流逝了 其实人做监狱呢 就是叫fin 但是的话呢 我们说 那么做监狱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交钱 还可以免罪 或者交钱去赔偿商者 所以这时候就结束了嘛 所以我们说 不是结束 你还有结束的意思吗 那通过钱就可以结束 所以fin 进一步隐身 有了钱的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finance 这个时候又产生了 财政和金融的意思 下面单词finish叫结束 final叫结局或最终的 fin叫什么呀 叫终结 好 下面一个东西 我们管它叫做finale 结局或最终的 fn仍旧表示叫做什么呀 结束 好 下面单词叫finality 叫结尾 叫最终 同样fn叫什么东西呀 叫边界 最后结束 confine叫限制 fn它表示的意思叫什么呀 叫边界 所以confine 我们做一个限制 就是这个词 包括define和definition 也一样 对吧 那么fn表示限制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词本身 变成形容词以后 finite 就是有限的 是吧 比如说finite f-i-n-i-t 所以无限就是infinite 比如说无限的希望 就是infinite hope infinitesimal 这单词叫无穷小的 infinite叫无限的 后面s-i-m 你看它是不是直接就读出small了 小的呀 所以无穷小的 包括下一个单词叫affinity 叫亲密的关系 a表示强调 f双斜 fn表示边界的 所以进入这个边界的 叫affinity 叫亲密的关系 fn呢 它本身原意来自fix 要固定的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or-t和f-or-c 这个词根 它所表示叫strong 叫强的意思 而当它表示强的时候 原因其实很好理解 是因为f-or-t这个单词啊 本身就有承保和要塞的意思 所以f-or-t表示强 但其实啊不是这样讲的 对吧 这个f-or-t啊 它原意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对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把剑 那么什么叫做fort 它所表示的意思 是这一个部分 叫健身最强的部分 叫forty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 forty的英文是一叫 the part of a sword or foil blade that is between the middle and the held and that is the strongest part of the blade 所以这一块 才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呀 叫forty 所以这个单词 马上就可以产生了什么呀 强的意思 当它产生了强的时候 也可以表示什么意思啊 叫优点的意思 叫forty 对吧 那它还可以表示叫做强音 什么叫做强音呢 比如咱们同学都知道 在你的这个无线谱中 会出现一个fepr 那不就强音吗 对吧 所以fort 它本身表示健身最强部分 引申出三个意思 第一个是最强的 第二优点 还有强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这样几个单词 要求大家记一记 第一个单词叫force 叫力量 forc 力量 forceful 它叫有力量的 forc 对吧 inforce forc 表示力量 inforce 让你特别有力量 当然就可以表示意思 叫强迫 叫执行 reinforce inforce 表示意思 强迫叫执行 所以reinforce 再次强迫执行 叫加强 叫增援 好 下面fortress 叫要塞 fort 叫强 所以fortress 叫要塞 fortify fort 它叫城堡 叫强 fi 是个动词后缀 让它特别强 当然就表示加强 fort cortitude 叫坚韧 fort 叫强 effort 叫努力 fort 它表示什么意思 叫强 e叫out 所以effort 叫努力 comfort 大家一块强 叫舒适 所以的话呢 如果comfort这个单词 所表较叫舒适的意思 因为com叫together fort 所表较是意思 叫强 所以大家都很强 所以叫做舒适 所以comfort 所表较叫做舒适 所以discomfort dis表示不的意思 所以discomfort 就可以表较叫做不舒适 或者是不愿意 或者是不乐意的 这样一个感觉 对于是不愿意的 对于是不愿意的